华航和诺福特饭店群聚事件扩大 确诊者的足迹遍布双北市 而现在更传出了有华航的基石 住在台北市的某国宅 一家四口当中有三个人确诊被带走 但是这个国宅却不在指挥中心公告的足迹里头 消息一出就引发了当地居民的恐慌 就拨打1922专线寻求防疫协助 还自己拼拼凑凑最后查出了 这处住宅呢其实呢就是案1102 那么也就是我们刚刚呢 有为大家报道过这个华航基石他的住所 因为连同呢他的儿子还有女儿都被感染了 那么所以呢这个李明发现之后呢 就痛听指挥中心了 怎么不公布结果搞得现在还要他们自己去查 可说是人心惶惶 而指挥官陈时中回应了 不管是军家隔离或者是军家检疫者的处所 向来是不公布的 因为被标签化 对防疫来说都不是好事 李明深请恐慌拨打1922专线 因为传出他居住的国宅中 住着华航染疫机师 李明痛骂讯息传得满天飞 但当地居民却都不了解状况 很担心爆发社区大感染 因为大家都有小孩子 真的很可恶耶 都不跟我们说 实际上我们是1102 跟1153是完全是不同一件事 自从消息传开后 里长表示光接李明电话就接不完 一开始以为是新确诊个案1153 多方查证后才确定是另一个华航机师案102 这名华航30多岁 男机师两度执勤非美国 反台后在住家居家检疫 后来出现症状确诊 确诊当天社区也进行消毒 后来同住的儿子和女儿也相继确诊 社区又在这个月3号二度消毒 里长才知道 社区曾住着确诊的华航机师 而特北市长柯文哲则表示 他不晓得机组员的防疫新规定 但含话中央 政治不要干扰专业 机组人员换宽防疫规定是什么时候换宽 我怎么不晓得 所以千万不要政治去干扰专业 不公告这个所谓居家隔离居家检疫的人的住所 这种东西被标签化之后 对着我们的防疫并不建设是一件好事情 就怕过度标签影响防疫指挥官 陈时中强调不会公布住所 指示如何安定民心才不会引起恐慌 指挥中心恐怕也得拟好对策 才不会引发民怨 记者总部到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